呦 你们还震惊了一下 为什么我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是静天工程的实习师 张亚琪 然后里面还有我们那一位 还有我们的洛律师 果然有 好繁衣 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 好的 对 让我们跟着你 来了 你好 凯莉 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Steven 幸会 你好 汪宇彤 对 然后这是我们的实习生 汪宇录 你好 凯莉 这样子 请坐 你们已经把我们发过来 邮件的合同打出来了 是吧 好的 您好 就是我们想先和您确认一下 您介不介意我们再录个音 然后方便保存我们的 就是您提供的一些信息 好的 可以 就是可以是吧 嗯 现在是我想要解约 但是我想要解约又要 又想拿回我两个账号 是的 还想就是尽量不要交违约金 因为他们这边是要提出交一百万的违约金 因为我是学生 那么多钱我现在也拿不出来 然后如果账号他们都要拿走的话 以后我要是从事这个方面的话 我就很吃亏 他要再做到两百五十万分期 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满的事情 首先 这里是写的经济合同 但其实有一种可能是 并不是经济合同 而是劳动合同 但是如果是能够把这份合同 认定是劳动合同的话 就会特别对您有利 所以说首先我们需要确定 这个合同到底是经济合同 还是劳动合同 就首先的话想请问一下 您直播吗 直播 直播的话是工作地点是在哪里 这是公司 是一周游五天这样子 每天直播时长是 通的号专业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是 这两个号的注册的时间 都是在签约之后吗 我的小号是签约之前就有的 所以说您相当于是自己签约小号 是 火了之后公司来签约了 也没有太火 没有太火 对 然后就签约了之后 公司注册了一个账号 你的账号给我 是的 公司给你的策划 运营 你们怎么合作的 有三四个人 明白 所以说这个大号相当于 全部都是由公司来的 是的 明白 然后它的活跃度 您知道您粉丝的活跃度吗 就比如说重度 活跃的粉丝有多少 谢谢 谢谢 这么专业 对 这个 重度活跃粉丝因为取决于 她当下那一条的流量 走得好不好 有点惊讶的 张雅琪的话 我觉得她的风格 比我们面试的时候 其实要收敛了 包括一开始的时候是 张雅琪先主问的 她把我们之前 预计要考的所有考点 是全部都问到的 那这个大号的 绑定的手机号是您本人吗 要确定账号的归属 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关系 所以具体问题自己分享 问得比较细 你知道她整体的这个 合作模式 这公司的密码也是他们改的 而且她已经 隐藏了我所有视频 然后改了头像 换了网名 她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 是我想要解约 因为我觉得收入 没有跟我想得那么好 有时候要唱歌 跳舞什么的 然后我可能不太适合 做这一行 好 请 还有一个问题 是请问您的公司 真的有按照合同给您 交了社保公积金吗 没有 没有交 因为他们说我是在校学生 他们说会影响应健身毕业 然后就能给我交 是不是如果交了五险一金 就是更好界定成劳动合同 对 交了的话会更有利益 更容易界定为劳动合同 对 因为这个合同上有明确写 你跟公司是六四分 公司六五一四 是的 六四比例 我想问一下 我看合同第六点三条规定 收益是以月度为周期 进行结算的 就是公司是这样做的吗 是的 但是他们还有五万 就是拖了还没给我 有五万欠款的工资 还没有给你 明白 然后我做了一个PCT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是以四个部分为主要的内容 第一个是争议焦点 然后我可能会基于 劳动合同和复合性合同 分别进行一个介绍 复合性合同指的就是 就是你们所说的经济合同 对 经济合同 第一个是争议焦点 就是以我作为一个可能实习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一个合同的定性 这可能直接决定了案件的走向 以及法院的判决结果 这个劳动合同的认定标准 这个是根据劳动保障局 然后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写的一篇文章 然后还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 看我们经济人老师已经整蒙了这个 第二 讲困了 第一个就是工作时间的控制 因为我们来 我们认定劳动关系 主要你有没有实际的向这个公司 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 汪雨桐他是给人感觉就是你在考试 他感觉他面对的是一个老师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劳动法的一个属性 但是不是他里面只要是不交五显一金 而且公司在合同上也没有承诺 要帮他交五显一金的 就已经被判定为经纪员 我 因为我在看判例的时候 好像没有看到因为这一个条款 把它判定为 立得住讲吗 这一点 我们当然说能够希望帮到他 对 我觉得在法学理论上面说 我不希望拿太多这些无用的矩阵 然后人家就觉得说 我就在你身上投了钱了 然后你现在就是要跟我走 你不跟我走你就结束 很直接 刻板得跟实践撞了 他的表情也不太好 所以 而且问题是 一旦闹僵 他就是深入一段 对 所以请两位帮他决定 这个深入的这样一个时期 我 你可以先说 你先 就是我现在的想法 如果他是签的账号的话 公司必须要在合同上写明确 你的账号是叫什么名字 你的UID号是什么 是必须要写明确的 但是他在这个 这个上面并没有 并没有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但是他上面会有没有签 就是你这个人是属于这个平台 就是签给我们的 有没有这一点 他有 他说独家享有以放的 全部主国事业的经济权 是全平台独家约 独家约 不要担心 会有办法 好 谢谢 这是个经济约 还是个全约 杨明 我看他们没有一些 改善的方案 只是特别坚定的 让我解约的话 要付个违约金 然后再把两个账号给他们 然后我要是把账号给他们 我以后的路就很难走了 我已经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合作了 对 就是你也比较坚定 是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他账号的 之前的很多个月 就算是没有人看他直播 他都一个人要坚持 把这个直播播完 一般来说 你在一开始做直播的话 在线可能只有几个人 要三个人 他要一个人讲 一个人跳 一个人唱 我就想的就是 不才艺表演 就是直播时间 短一些 然后就 对 这又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合同上 明明签的是 每天四个小时 为什么变成八个小时了 他们说要八个小时 而且是因为这个视频 作为一个博主 你只要这个月不跟 下个月不跟 你就算有两百五十万分 你也没有六度 我想就是尽快解决